飞哥 听我解释 我怕你误点了 小三 去拿钉子 好的 你们要得有炮是吧 是没有用吗 小三 去帮我拿那个 知道干嘛都用了吗 哦 知道 你告诉我这怎么不用 这怎么不能用啊 哦 原来是这样 不算帮我拿钉子 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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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河北保定义博主发布了两条视频 视频中七只狗狗被一辆汽车碾压而过 大森你知道怎样判断身边的人是否值得深交吗 不知道 判断自己身边的人是否值得深交 咱们不能看他的上限 而是要看他的下限 知道啥意思吗 这个不太懂 虐待动物这个事从北枝上就体现了一个人 他对于弱者的态度 也就是说 这类人当他处于一定的高度 或者是他的自身的利益受到挑战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出来 将来一旦当你们之间出现利益关系的冲突 那么他很有可能用他那种方式来对待你 有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做出杀人放火的事情 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 你记不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我一个经历 就是在大冬天一个妈妈带着孩子 拉着一只很小的小狗走在路上 因为天气很冷 这狗呢不爱走 那个妈妈呢 就上去踢了一脚 那狗就惨叫着往前跑了 这个时候他笑着对孩子说 看 踢他一脚就管用了吧 我记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文明程度 你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这里呢就涉及到一个素质教育的问题 我们作为成年人 有责任给孩子植入一种好的价值观 以后我们要给孩子留下一个 充满爱心的世界 还是要给他留下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界 这要看他们自己怎么做了 无敌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你了